李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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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能叫做公主啊 公主 首先 得有一双清高的眼睛 再来 就是一颗天真又脆弱的心 当然的 要再加上一点孤主一职的冒险精神 就更好了 李萱 李萱 谢谢你今天为我出头 明天上午十点钟 我在文山湖等你 你一定要来啊 我有话跟你讲 你真要去啊 回去休息吧 累一天了 你怎么都不拒绝 再给我时间拒绝 走吧 李萱 李萱 干得好 太帅了 李萱 我爱你啊 太帅了 谢谢你今天为我出头 明天上午十点钟 我在文山湖等你 你一定要来啊 我有话跟你讲 喂 任迪救我 被打劫了 不是 跟李萱有关 说吧 你怎么知道是她 怎么 难道跟她没关系啊 是吧 说吧 被人泡了是吧 是个什么样的人 还挺好看的一个女生 那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呀 是吧 承迪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如果是女孩子先表白 会不会会被看扁啊 如果是李萱的话 主不主动都会被看扁的吧 也是为难你了 那女的长得怎么样 跟柳思思比呢 都挺好看的 我说你一天天 都快成李萱的小尾巴了 怎么还能有空 让其他女生有机可乘 我这几天太忙了 就大意了 那我送你十个字啊 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单身 但是要是先下手 成炮灰了怎么办 那我也就再奉献你一句 这男人啊 就像食堂的饭菜 平常看得不怎么样 你去晚了呢 也就没了 但我觉得那个徐琳娜 不是她喜欢的类型 她喜欢什么类型 你要能知道 你现在给我打什么 情感咨询热线 少给自己脸上贴近了 李琴看着很洒脱 其实不容易接受别人 情感是她的软肋 所以你想好了啊 一旦表白 就不要背叛她 任迪 你帮我一个忙吧 是你 你看看你想要做什么样的发行 都试试吧 好 你还没吃 你又不是 嘛 那你还没吃